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有兩宗新聞和大家討論 第一宗是關於梁振英先生 他在昨天雖然人在老窩地出席各種各樣的活動 但他依然有更新他的Facebook 今次不是追擊段崇智 繼續講關於他堅持的邊垂用地蓋房子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關於邊垂用地蓋房子有什麼優點缺點 其實都重重覆覆 之前也有很多影片說過 究竟現在還有什麼好說呢? 今次井仔除了會去分享梁振英那段說話 裡面是說了什麼之外 我自己也會去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梁振英是揭而不捨 不斷跟社會大眾推廣他建議的邊垂用地計劃 究竟梁振英背後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是挺有趣的 我這裡不是跟大家說 究竟邊垂用地蓋房子後對香港有什麼代價 我單方面是說 梁振英不斷強調 因為這個邊垂用地方案不是今年才出來的 究竟他差不多了 這幾年不斷說邊垂用地邊垂用地邊垂用地 其實這件事對於梁振英來說 他的形象反而是會起到一個負面的作用 但是他也要堅持說這件事 其實當中有很多我認為不為人知的事 都可以拿出來和大家探討一下 另外第二宗新聞就是關於運輸禁物流局局長 今天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他形容與內地通關就是民心所向 希望能夠在2023年之前通關 特別是局長 運輸禁物流局局長說這番說話 有一定的指標性作用 當然 這個指標性一定比我大 在上星期不斷和大家說 我估計我覺得11月會通關這件事 而且11月亦是靠近於他所說的2023年之前的通關 有了他說話的一個 你不可以說明事也不可以說暗事 但是由局長在電台節目說這些說話 我相信空月來風就未必無因 所以稍後就會和大家少少地去看看這宗新聞 還有我再作為一個香港小市民去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對於通關這件事 小市民那種心慮的狀況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還有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看看梁振英那篇貼文 我就懸風不動地讀出來 當中提到要人才就要改革 大家都會去談及吸引外地人才 要解決問題就需要有具體的辦法 不能一天到刻寫輝春 生意興隆一本萬利 大家都想的 但是你寫完貼到整篇牆都是有用嗎? 關鍵的就是做 政策已經容許了 但是外地的醫生、護士、長者、院舍護理員 仍然不肯下來香港 我們仍然在一個寫輝春的階段 仍然在藍藍治癒有用嗎?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抓住關鍵 主要關鍵障礙就是防租太貴 所以我建議在大嵐郊野公園邊水用地 除了興建居屋外 更加要興建非牟利的老人院 和員工宿舍 讓護理員免費入住 我建議過在瑪麗醫院旁邊的薄芙林山坡 經過興建新的醫院和醫生、護士宿舍 令到外地來港的醫生、護士 能夠免費入住 如果不提供免費的住宿 但是就是用香港的醫生、護士 和老人院社護理員的薪水水平 能不能夠搶到人才過來? 這些建議有沒有爭議性? 當然有 由自及興不是必然的 有些是不應該 亦不能迴避的爭議 促成了由亂及自的廣區國安法、立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 沒有爭議嗎? 這些全部都有爭議的 現在香港要興就需要改革 就不能夠天天在做藍磨佬祈禱就算數 世界各地成功的改革都有爭議 沒有爭議的就不叫改革 現在的香港改革的政治條件已經具備了 沒有改革因巡下去的話 香港遲早就會被人陰光 梁振英那篇文就讀完了 其實這次梁振英先生也是想表達 哪裏用地怎樣可以吸引到一些醫療人才來香港 關於這方面 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自己在這裏說多一點 因為以前護士那段時間 你PA間你很辛苦 因為我那時就在荃灣 荃灣那裏也有做過 跟著司徒拔道那裏也有做過 但大家都知道我住黃大仙 所以無論我去哪裡 我去荃灣也好 我去司徒拔道也好 那個路程也是相當之痛的 那時好像是收11點半 那你收工了 然後你換衣服 你真的離開醫院的時候 其實你都已經11點搭9了 然後你搭車回到家 打開家門的時候 其實已經12點半了 12點半 然後你洗澡換衣服 然後你睡覺的時候 最快已經是晚上1點 如果你多一點東西要去處理的話 你1點半就睡 但是你第二天就要回A間 即是回神祖間的話 你要5點半 又或者5點9 就要起床的時候 你就算到 你自己可以睡多久的時間 還有你做那一行的話 基本上你每天一開工的時候就緊張 緊張去到下班 你才有得放門下來的 那麼在這個精神狀態之下 不是太多人是可以啪一聲 睡到床上就可以睡得軟的 那麼可能又要在床上磨半個小時才睡得著 然後磨完一大輪的時間之後 在你熟睡的時候 你的鬧鐘就會響了 然後5點半就起床 然後就趕頭趕命 要在7點之前換好衣服 然後就準備交間 如果你說1天半天是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長期視這份工是終身職業 你要去適應這個時間去做的話 你每3、4天就來一次PA 每3、4天來一次PA的話 是一個相當之痛苦的經驗 那麼這件事 我很同意梁振英所說的 你是要用這些東西 除了錢以外的東西去吸引人才 因為 於醫療行業人士來說 其實就因為職業的特性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不夠睡的 但是這個不是說 你用錢就可以彌補到的 不是說給你再多的錢 你就突然之間真的可以 由疲累變成精神 只不過是因為錢夠多 所以我們就會熬著眼睡 都仍然繼續衝的 但是你拖著一個疲累的身體的話 一來錢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第二就是說 你睡眠不足的話 是會影響你工作效率 記憶力 反應和情緒控制 大家都明白的 有時候作為病人 你都會去罵姑娘 或者可能你叫她 說了五分鐘都不回應我 然後她一過來回應你的時候 你便馬差到她傻了 這些就是你罵人 你有壓力 其實比你罵的人 都會有壓力的 以前我都見過 不過私家醫院就比較少 例如說因為情緒問題 所以有少少失控的狀況 有見過不過情況不多 能夠為所有部分的醫療員工 能夠提供到一個即時的住宿服務 在時間上是很有幫助的 即是說我收11點 我換完衣服 11點9 我就已經可以去到宿舍那裡睡覺了 然後因為我不用再看著時間上班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下由12點睡到6點半才起床 用半個小時梳洗換衣服 然後直接開工的話 雖然你的睡眠素質 你當然不能在家裡用最漂亮的床 抱著你的抱枕去睡覺 但是你當中偷到的時間 能夠睡多一點 其實對於員工的歸屬感 甚至對於有些員工來說 你跟他們說 你做護士或醫生 總之你要去訂P.A.房 你要去訂房睡 一定有床給你睡 可能員工會說 我不介意找少一點 都可以說 確保我有得這樣睡著 睡飽去開工 除了錢之外 亦都需要有相應的配套 才可以綁住人才 特別是說 如果你要人才來到香港 要天天好像精神折磨 在荃灣上班 但自己就只是在 觀塘租到一間房子 那你叫他怎麼辦呢 或者 那期觀塘的房子 在觀塘買房子之後 很多事情都處理不了 對於醫療界別來說 對於人要給一個好的措施 與此同時 香港的醫療界很黃 大家都知道 既然這麼黃 但你要去栽培一批新血 你要去取代一班黃的舊血 這件事很難 因為一些專業人士 是說他們的經驗才值錢 就當你讀了五年出來 你是一個新人來說 你跟一個已經早過你三年畢業 已經做了三年的人 大家的工作質素 那個效率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護士讀五年 或者有些登記護士讀兩年 那兩年就出來一個人才 其實數字不可以這樣計 你要計的話 就是要計 兩年是他讀書的時間 另外你最起碼要給他多三年的經驗 他才可以變成 一個有效的勞動力 是真的支撐著整個病房的運作 所以簡單點去計 你要去培育一個 三觀正確的人才 時間不短 起碼五年六年七年 才有一個這樣的人才 一批人才出現 但香港還能等到這些時間呢 在等不到的時候 其實引入外來的醫生和護士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一來就算現在的黃護士是因為疫情 所以我們就不去解決他們 因為擔心他們不斷辭職移民 因為香港現在的基層醫療 得罪地說 就算沒有疫情也好 其實只要我們繼續 再多些人去看醫生 都是照常會爆煲的 如果再加上黃的醫護自己走完的話 我們的爆煲情況會更加嚴重 所以要引入新血慢慢過來 一來就是去支持我們有一個 基本復償的效率 然後再去到有餘力的時候 再慢慢去栽培一些新的新血出來 以及繼續去引入一些特別是國內的護士 盡量去溝淡回香港的黃的醫護 對於這個社會的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的疫情最嚴峻 人們又要睡出去的時候 後面究竟有多少烏尼媽差的故事 大家都明白 從一個醫護的層面 講完我怎樣看梁振英的這番話 之後就去到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 其實梁振英一直都是用心良苦去對待我們這個香港 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因為梁振英不是今年 不是今個月才天天跟你說哪誰用地 他是一直說 在2019年的時候 都沒有黑暴 可惜就是最後在土地大辯論被人篩走了 轉了就是在哥爾夫球場起地 直到2019年 那些黑暴暴動搞事之後 都是繼續梁振英堅持邊誰用地 然後去到今年7月1日 政府換屆了 他都是繼續說邊誰用地 然後再去到上個月的哥爾夫球風波事件 梁振英甚至乎是被橫評會主席串回頭的時候 他有發文去反駁 亦都繼續去說他的用地 然後去到今天 他都是繼續說這一塊的邊誰用地 如果梁振英不是真心覺得這件事幫到香港的話 憑藉著他擁有的知名度 還有他的形象 其實他根本是不需要揭而不捨去說這件事 因為打個比喻去說大家就會明白 你或者我就是這個社會直直無名的人 一個普通的基層 甚至乎根本都沒有人認識自己 如果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你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認識你 總之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你上網堅持說些什麼 或者你堅持去提出些什麼主意 只要不犯國安法的話 其實你每天一篇 你講足十年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這個人沒有知名度 沒有力量 所以做的很多事都沒有意思 甚至乎都影響不到你自身 因為沒有人認識你 還有對於以我為例 一無所有的人去說話 根本都沒有所謂的代價 根本都不會考慮什麼形象問題 但是 梁振英是做過香港的特首 現在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還有他以前很厲害 很多排頭我都不說了 好像一個地位這麼高的人 其實他每次用自己的社交媒體 講一句話 他每做一件事都絕對會有他的代價 哪怕是他貼文裡面 他打錯一隻字 都可能隨時會被媒體無限放大 口珠不伐 也會影響到大眾對於他的形象 有了 梁振英先生背後眾多的身份 特別是那個 原國政協副主席 亦是說著他所說的一言一行 背後都是代表了國家的面子 榮辱和尊嚴 但是他仍然堅持著這個邊垂 用地方案 堅持了三年四年五年 不斷去說不斷去說 甚至乎 還要被一個環評會主席隔空去串梁振英 我們放個階級去看 其實那個環評會主席 他都是以前做銀行 都是有些社會地位的人 但是跟我比的話 那個人當然是高級我十幾萬倍 但是這個人去跟梁振英比的話 不要說串不串那些 只是說有資格能夠跟梁振英 平起平坐去進行一場對話的人 我相信香港也不多 但是就算給一個社會地位 和自己差一人的人去批評也好 但是梁振英都堅持他的理念 不斷去讓社會知道 這件事是可行的 就算政府都說 好像不是那麼好也好 他都繼續堅持 不斷向社會推廣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明白到他的用心良苦 他每次的說話 都在消耗他個人的政治力量 如果梁振英真的不愛香港 他真的覺得香港人住屋問題 其實他都不太關注 梁振英自己都住在大屋 他根本不需要關注這些問題 他不會是記得利益者的一份子 他不說的話 大家又是日子照樣過 但是他寧願被傳媒去笑 被人串也好 都要繼續去做 大家就明白了 作為一個身份尊貴的人 都要去說的話 大家可以理解到代價 其實背後是有的 就不是說 有些人去抹黑梁振英 就說他想著 亂說幾句 就搏出位 拆拆存在感 這是一個很膚淺的角度說法 因為當你一個人的地位開始變高 甚至乎高到梁振英這個地步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再用普通人的思維 去衡量一個社會層次高的人的思維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別人是搏出位 就是因為 我們希望我們想出位 我們小市民希望想有曝光 我們成為明星之後 就會享有很多的尊重 或者他人怎樣怎樣看我們 但是 不要用梁振英做例子 用一些老牌的明星做例子 好像劉德華、郭富城 其實他們都不虧做這些事情 只要他們每一次見報 他們每一次的工作 他們自己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吸光的存在 根本不需要搞那麼多小動作 所以其實梁振英也是一樣的 似乎如果他不是說 為香港好那些的話 梁振英他甚至乎是不需要去從政 他40歲那年我都肯定他賺夠錢可以退休 根本不需要去做以前的行會成員 召集人 然後又去做特首 然後現在都要繼續去老牌那裡 為中國服務 即是他30歲的時候 都已經成為了大德良行最年輕的合夥人 只是這裡做十年 你說他要閒閒地有幾層樓退休收租 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反而要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了 就要去罵段崇智這個人 如果他不是真的愛香港 不是真的擔心中大的學生會受到他影響 再次成為了19年的什麼 中大守護戰的話 他一個地位那麼高的人 他用不複去瞄著一些地位那麼低的人去罵 大家當我拆鞋也好 什麼都好 真的要好好珍惜現在的梁振英 他本身真的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不需要繼續為香港發聲 退休就由山換水就完成了 還有他這個身份 也不包括不斷推邊誰用地 說到這裡 雖然我知道這部分有點沉 但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想表達當中梁振英先生後面付出的代價 千萬不要用那種狹窄的眼光去定義梁振英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低級 下一則新聞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今天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受疫情的影響 航空公司人手流失嚴重 當局已經與運輸公司保持聯繫 確保香港恢復對外通關時 在人手安排上等等能作出配合 另外林世雄也形容與內地通關是民心所向 希望可以在2023年前通關 即使目前通關日子未定 但政府仍然著手於與內地商討 優化長遠通關的安排 包括高鐵地鐵化等等 希望市民日後乘坐高鐵時 無需查看時間表 可以即時買票上車 這段新聞 因為他是局長 大家看到他會這樣說 不是像我這些口水佬 去和大家吹水就算 他說得 相信政府背後都有準備 而且他也說到 現在已經在安排人手 在說未來通外關的事情 希望在初期不要出現那麼多混亂 如果政府本身不想通外關的話 那林世雄今天也不用說這些 所以眾多的跡象也表明 其實通關這件事是絕對有希望的 林世雄也說了一個框架 就是希望2023年前解決 現在9月解決不實際 10月解決也不實際 所以只剩下兩個月份是有機會通關的 要摸是11月或者是12月 無論是11號12號 對我們來說都是相當之好 通關這件事 對於香港現在 不再是說那些坐在那裡 的問題已經是去到 不少的競爭對手存在 甚至乎 其實昨天那個馬拉松說不搞 都已經是一個警號 大家會覺得 馬拉松我又不跑 你又不跑 關我什麼事呢 馬拉松在一個城市舉辦 是代表一個城市原實力的象徵 就好像為什麼這麼多國家 寧願賠錢也好 都願意去搞奧運會一樣 今天就有個新的新聞 就是說 新加坡打算在他們那裡 搞一個5萬人的馬拉松 很多事情 新加坡現在是明顯頂住香港去做的 其實對於香港人來說 大家的內心蜜月期已經消磨殆盡了 在我拍片的這一年半時間裡 我都陪著大家 經歷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上年整個大半年 共態清零的時候 又通不了關 然後到今年全年大爆發的時候 又更加不用通關 但是香港真的不能再無料期跟你拖下去 香港再拖下去的話 其實跟變回小魚村是沒有任何分別 因為香港最特別的優勢就是 背靠祖國和面向國際 但是現在這兩條路都已經封死了 還要是一封封死了三年 即是無論你是吃大茶飯的專業人士 還是像我這些普通想吊命的基層人士都好 其實每個人都會因為封關 而開始感受到一些生活的經濟危機 今次運輸局局長的說話 我覺得是一種的強心針 已經是叫做 我們市民對於政府的期望 是最後一次的強心針 現在的狀況有點像狼內鳥一樣 這個狼內鳥 其實由去年我作為其中一份子 不斷跟大家說 因為當時有很多報章都說 快要通了 直到現在才看到實際動作是通關 例如說 他們正在處理向外通關的飛機師 或者是空姐的人手問題 另外 逆向通關 也在談及如何打造一個不受疫情影響的方法 即是現在就是最後一次 或者是第三次的狼內鳥 即是如果你現在還不斷在說這些話 但到11月或者到12月 總之是在今年之前 完結之前 你都做不到一個真的通關的狀況 我相信很多小市民都會已經打定過輸數 對於以後政府說的通關事情 都不需要再去認真看待 不怕老實說 其實我心裡最後的防線 就是在說今年11月 即是今年11月還是沒有通關的話 我相信我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應該都不會再說通關這些新聞 因為雖然我知道通關這些新聞 必定是有一定的收視率在 但是會為人帶來失望的事情 我都不願意再談 不過現在對於11月 我還是抱有一絲絲的希望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因為我也看到有些觀眾 是分享過自己是從事什麼行業的 再不通關 他真的受不了 我也很明白 那種活在經濟困境的狀況 希望這些事情盡快做好些 這個9月其實對我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都很難捱 因為現在什麼都下跌 樓市又下跌 經濟又下跌 橫紙又下跌 然後走出街 有很多招牌下跌 這一段時候 香港的風水都真的一般 好啦 不過不要緊 大家一起努力捱過去 今集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好,就是這樣 拜拜